老师把这个37道品 分门别列 把它分成了十种项目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那前面就是信心认定会 信 五根五粒里面的信跟信力 这37道品大概五根五粒有讲信 那其他的大概就没有 没有特别讲信 那因为对出家地址讲的 就不用再讲信了 那么对于外道才要讲正信 才要讲信 那么或是对在家 那基本上信心认 有一般是比较没有深入法义的 或是说刚开始学的就强调信 那这个是五根五粒 那其他都没有提到信 那另外我们说刚才讲这个道品里面 还有一种叫做信解行政 它也是一个修道次庭 跟借定会一样 跟信预留持一样 它也是从信开始的 那像我们往生净土所谓的信愿写 那也是从信开始的 那这个都是从没有学佛到学佛来说的 那你已经学佛了 那从凡夫到解脱的修行方法又不一样 那现在是讲信 那现在是讲信 然后敬就精进 秦 四正秦 还有五根五粒 那是精进 七绝诗里面的精进 八正道里面的正精进 然后其实还有这个 这个四儒一族里面 四儒一族里面欲秦新官 它一样有个秦 就是四儒一族里面还有一个秦 就是大概只有四念处没有而已 那四正秦本身就是精进 所以四念处没有特别提到精进 其他上级道品都有精进 那这里没有讲到 没有 这里面 这里面比较没有提到 就是这十类里面 比较没有提到四儒一族里面的欲秦新官 没有 你看没有 那这些没有提到欲秦新官这四类 那四正秦本身就有了 是卫生战 然后另外 他身受心法 这个是四念处 所以这里面没有提到四儒一族 有 他在定的这一部分 他在定四成组 四成组他把它放在定 但是四成组里面本身就有四个 欲秦新官 那么秦里面一样一个秦新 好 念 念根 五根里面的念 五历里面的念 七节词里面有个念 八正道有个念 那么定 四成组本身就是定 那四成组不只是定 那么他还是因为 他要解脱一定要慧 欲秦新官 新是指 官是慧 其实他不完全都是定 四成组不只是定 但是他把它放在定里面 以定为主 那定跟定律 七觉词里面也有定 八正道也有定 那这是导师的分法 他不知道是有没有依据什么 我们不知道还要再查 那么会 会是骗一切的 其实欲秦新官的官也是会 那四年处可以说都是会 但是四年处也有几种说法 也有说有定有会 那但是也有说四年处都是以会为主 那所以也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五根五历里面都有会 那么七觉知的责法觉知是会 八正道的政见是会 不过一般会以政见正思为 都是属于会学 那他把政思为另外变成一个项目 叫做巡师 那一般来讲 政思为有些都是跟政见方家一起 如果一界定会来讲 政见 政思为是会学 正与正业正业正业是戒学 正业正业是定学 那这里是另外放巡师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244页 我们之前有看过244页 244页 244页正丝 讲到正思为 正业正业 正业向你一起灭心 所以他说 他说政见以后是正思为 那么是对政见所见的做更深入的正确思为 所以政见是文会 正思为是思会 圣思明辨而来的会学 所以基本上都是做会学 那所以他这里讲 政见而来的正思 引发了向解多的真实欲求 好 那这个我们把它放回来 所以这里是另外用一个项目 叫做巡师 但有一些基本上都把它放在会学里面 那另外戒学 正与正业正业正业 那这个是八正道里面才特别有 其他都没有特别讲到这个戒学 包括七觉知 念责法千许洗清安定舍 四念处 四正情 四正情如果要讲也有 就以生恶 令不生 未生恶 未生恶令数段 这个可以是戒学 因为未生恶 就是你已经有的烦恶 你要把它制止 那么这个也可以放到戒学里面 那其他的四念处 四正情 四如一族 欲取新冠没有 四如一族 五根 信信念定会没有 五立 七觉知 没有 八正道 八正道才有戒学 所以信跟戒算是在三七道里面 比较特别没有 因为这个都是被已经出家的比丘 然后就是在基础以上 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得解头 大概是这样 那八正道算是比较完整的 比较完整 也是讲的比较多的 所以这里的戒学 基本上就是八正道里面正明正月正面 那其他的都没有 最多的就是定跟会 念定会大概是最多的 还有精进 精进念定会大概是最多的 然后喜是七觉知里面的 舍也是七觉知里面的 清安也是七觉知里面的 不过七觉知特复杂 我们刚才写了 其实是比较复杂 到底赤地是怎么样 赤地不一样 他的解释就不一样 好 那后面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再来看 他说到主要的项目是由此十种 不过我们刚才有讲 于解释定论里面讲到 责法精进喜是属于官位的部分 那么清安舍定是属于指定的部分 那你也是通定位 那么这个跟老师这里说的 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好 所以我们稍微对照看 对照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能得信成就而喜舍清安 无外乎是定中的功德 他说喜舍清安是定中的功德 那于解释里面讲 他说是指清安舍定 喜是放在官这一边的 慧这一边的 但是因为定里面本身 定有所谓的巡视喜乐一心 定本身就是公德 定本身就是公德 那他有清安 有宪法论处 有清安 那有 那么四禅又有舍 舍念清俊 所以可能依这个 说是喜舍清安 那么是定中的功德 因为初禅离生喜乐 二禅定生喜乐 三禅喜妙乐 四禅舍念清俊 所以可能依这个来讲 是所谓定中的功德 不过我们说 这个于潜事务院讲得不太一样 好 那么所以八正道 的叙述是最圆满的 而三学是最简单的 三学班就叫做 戒征上学 定征上学 或心征上学 或是会征上学 叫做三征上学 那这个仁延经把它做成三五六学 后来就我们都讲三五六学 那阿兰经其实讲三征上学 戒征上 心征上 就是定征上 然后会征上 那么三征上学 那仁延经讲三五六学 所以后我们就习惯讲三五六学 戒定征上 那这个是三学 简单讲就是三学 那或者说 在个人的修学程序上 这七类道品都是需要的 那这个就是 方说是浅身次第的差别 而一类一类的进修 那导师底下有举个例子 初修学时修四念初 到软位修四正前 顶位修四成主 忍位修五根 四滴修五律 见到位修八正道 修到位修七绝证 这也不够约特圣的一说 好 那么这个是 具者论里面的 其实应该是部派的 那有部的 可是各个部派讲的也不太一样 而且部派列的所谓的修学的阶位 也不太一样 那这里的意思 那这里的意思我们前面讲到说 一般来说三局七道品 每一道品都是独立的 你修四念初就可以解脱 或是你修五根五律 或是你修七绝之 或是你修八正道就可以解脱了 但是有一种就是说 这七道品都必须要修 好 我们来看 那导师领的这个其实是 具舍论里面的 就是部派有部里面主要的 他的修道阶位 其实部派里面修道阶位不太一样 那大圣小圣又不一样 那他这里举的 其实就是阮庭忍师弟这个 这个所谓的外反内反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我们先来讲这个所谓的 修道阶位把它讲的 具舍论里面 这个是一具舍论 导师领的这个是一具舍论 但是其他的部派 那不一定是这样的看法 我们要先知道 那具舍论基本上 那么分所谓的贤位跟圣位 贤位 就是贤圣 贤跟圣 那贤就是凡夫 但是有修贤的凡夫 那是贤位 那有贤入圣 就超凡入圣 那贤位里面又有分内反外反 先从外反 外反内反 他是这样分 那外反里面 他又分 这个一开始修五庭心 那么另外修四念处 外反有分两个 修五庭心四念处 一开始修是修这个 就是对峙烦恼的这个四念处 所以他是四念处是最初修的 那四念处里面有别相念处 总相念处 有别相念处跟总相念处 别相就是个别的 观生不敬 观寿是苦 观心无常 观宝无我 那总相不是 总相就是观生不敬 无常苦无我 观寿都是一样 无常无我 都是这样 那么这个不一样 那这个变成说 修四念处是外反而已 但是修四念处就可以解脱了 但是这里是把上去到底 变成一个阶位 浅深的阶位 所以四念处变成是最浅的 那到了内反 内反就修四念处 内反就修四正寝 他是修四正寝 然后修四神主 修五根 修五根 修四正寝 那么修四正寝 就成就暖 丙 忍 四第一 这个叫四善根 这个叫三贤 这个叫三贤 三贤位 三贤四善根 那 这个四第一 这个三贤 这个四善根 这个四善根 四善根是难顶忍是第一 那这两个加起来叫做七加血 这个四善根 这个是拒责论里面的 对他的阶位 那拒责论里面把他分作 他是资良位加行位 他是五位 一个资良位 一个资良位 加行位 三贤是资良位 资良位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这个 加行位 加行位 第三个是所谓的建道位 修道位 然后无行位 建道位 每一个不派列的所谓的修道的机位 有些不太一样 建道位 修道位 这个都是有学位 然后第五个就是无学位 有学无学 就解脱了 就去真哈罗海 就五位 那为四的列的又不太一样 好 那么 为四是资良位 加行位 通达位 休息位 救济位 这个又不太一样 现在我们讲三圣共法的 我们就讲 讲这个就好 好 那这个五庭心四念处 三贤 三贤这个是 三贤这个是资良位 是资良位 是资良位 四三根 这个是加行位 是第二个加行位 好 那么 四念处四正前 四神主五根五立 就变成是生前 然后到了圣 圣者 阮庭脸四第一过来 那么就超凡入圣了 就开始见到 那这个是出国 然后他是修八正道 正出国 这个是圣 圣者有分 就内反外反 那圣者分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圣者分出国二国三国 四国 那出国就是见到 他是修八正道 四正前四神主五根五立 那这是八正道 那二国三国 这个是有学 这个是见到 这个是修七 七 这个是修七绝之 那这个就七绝之修 就正四果 就不用再修了 五血了 就不用再位了 那这个是见到位 这个是见到位 第三个 这个是修到位 第四个 这是第五个五血位 那基本上是这样 它是这个是记者论的 那么 所谓的 三弦四扇根 对 四第一弯点点四第一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浅深 七类是浅深的次第差别 四面处 四正前 四如一族 五根五立 七绝之八正道 一般七绝之都是最后面的 如果有浅深的差别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是俱舍论的说法而已 那我们来看其他人的说法 那大家 我们再来看其他人的说法 浅深一样是浅深的差别 但不是这样讲 不过这个很明显的是论师的说法 那佛陀基本上 伊亚安静来讲 每一个 每一个道品都是完整的修道 可以解脱的 可以解脱的次第 但是说的不太一样 来看四地论 四地论是独子布的 巨舍论是世青 巨舍论讲的这个修道次第是 所以却有布的 这个是独子布的 独子布是婆舌拔抹的 那么它是四地论 独子布的四地论 刚才讲的那个是有布的 那是巨舍论写的 但巨舍论不是有布的 不过它 它列的这个是有布的说法 那独子布 独子布的四地论里面 它提出一种不同的看法 它说四念处 出发行为 一样以四念处开始 不过一般来讲四念处是一秤道 就是修这个就可以解脱了 基本上是这样 它说四念处是出发行为 可以讲出发行为 所以它讲的五位又不一样 它不是只有五位 它一二三四 一样 那么这个是四正群 四念处四正群四如一组 我们讲四神组 五根五立 五根五立 八正道七觉知 如果要分次第的话 基本上七觉知都放在最后面 好 那这个是出发行为 这就是顺解脱 顺解脱位 这个叫做绝了位 是任勤到五立 加工用性 基本上 这个在具则论是假行为 它叫做绝了位 这个叫做顺抉择 是顺解脱分 八正道是见到位 七觉知是修到位 那后面有一个 所谓七觉知之之后 正道禁知无声知 这是阿罗汉 今之无声知就是正阿罗汉 这个是究竟位 那就是讲的无学位 这是四地论里面说的 就道的次第不太一样 另外有讲到 就是讲到这个 我们来看 这个是所谓的另外一种说法 还有讲到这个 八正道里面 三十七道柄里面 那么各个是以什么为主 这个是另外有一本经 叫做方等大吉经里面 他提出另外一种看法 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虽然是三十七道柄 但是这里面以什么为主 方等大吉经 就是大方等大吉经 大方等 大方等就是大胜大吉经 他说到四念初 那么这个里面四念初 以法念初为顶 法念初为顶 因为每一个都是 法念初为顶 神兽心法里面最主要的 为顶就是比较重要的 以法念初 那这个四正群 这个又有不同的看法 四正群里面卫生善法人生 卫生善法人生 只要是可以 以没有的五落法你身体 可能是这样 卫生善法人生为顶 最重要 因为四正群里面 以生善为生善 以生恶为生恶 其中为生善 人生 这个是最主要的 那四如一族里面 就是四神族 四神族翻作 又翻作四如一族 四神族里面 欲擒新官 可能就是以官 身心疾境 他是这么写 身心疾境 这个就是对于 我们对于这三七道品 大家在讨论这个三七道品 有各式各样的看法 那我们就 现在既然在讨论这种 就一次把它弄懂 这大概知道一下 那么大家对于三七道品 有些什么不同的思维 那么五根五粒 五根五粒一般都是在一起的 五根 然后五粒 都是以慧根慧力为主 心心念定慧 都是以慧根慧力为主 五根里面慧根为主 五粒里面慧力为主 最主要最重要 七绝一支 你看七绝一支 舍应该是在最后面的 但是他说以责法决策为主 所以大圣里面通常都动责法 责法决策为主 八正道以政见为主 那这是很明确的 那么后面都没有政见 没有政见的定不叫政定 没有政见的念不叫政念 没有政见的见 不是正与政与政见的 其实是这样 所以八正道以政见为主 那这个是把这个重点讲出来 另外在杂涵里面又有一种说法 我们就要来看 杂涵经里面提到 杂涵经 佛头说的 杂涵二八一间 他是这么说 他说 七绝一支 能令解脱满足 他是从后面开始讲 七绝一支 就是能得解脱 能令解脱满足 就是没满足你解脱 修七绝一支可以得解脱 七绝一支看起来应该是很重要 论师都把它列在最后面 发生到后面最重要 可是七绝一支 怎么那么多不同的说法 刺帝怎么那么乱 不晓得为什么 七绝一支 照理讲这么重要的东西 应该是像八正道这样 八正道从来没有乱过 正见正思尾 后面就是正你正业正命 然后就是正清静 正念正天 都是这样 没有不一样的 七绝一支这么重要的一个 就是论师如果照刺帝 他都放在最后面的 都是解脱最重要的 但是为什么 就是这个刺帝这么乱 不晓得为什么 七绝之能令 你看张眼睛 七绝之能令解脱满足 那四练处能令七绝之满足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次第 你看 四练处能令七绝之满足 你有七绝之可以得解脱 那你怎么样修得七绝之呢 你要修四练处 那他又说三绝之 那他又说三绝行 三绝人令 人令 四练处满足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也有意思 三绝行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什么是三绝行 三绝行 三绝行 人令四练处满足 所以就变成说 你要解脱 你必须要修七绝之 你要修七绝之 你必须要修四练处 你要修四练处 你必须要修三绝行 就变成这样 那等一下来讲什么 什么是三绝行 三绝行 那这个主要是生二 除生二绝 那么除口二绝 除意二绝 所以是这些 那么修生妙行 修口修 修心 是生口义 就是去掉生口义的二法 就是三妙行 那么这也是 那另外 怎么样能够让生口义清净 那这个是第四个 六处入处律 六处入处律义 我们叫做根绿义 六根接近六成的时候 你不齐烦恼 那你就生口义清净 那你生口义清净 你修四面处 那四面处 还生受心法 那么修七绝之 然后就得解脱 大概就是这样 六处入处律义 那么人令三妙行满足 人令三妙行满足 这个都是满足 人令三妙行满足 那六处入处律义 基本上就是六根对六成 那么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见可爱见 不爱念满足 这是六根对六成 根 成 四合合生处 一般我们讲 根成合合生四 根成四合合生处 就六处入处 那它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可爱见不爱念满足 可爱见 包括五可爱生 都一样 见可爱见不爱念满足 见不可爱见不嫌弃称恨 不嫌恶 所以我们就讲根绿一样 不嫌恶 不嫌恶称恶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六处入处 绿 那 它有提到 内心安住不动 善修解脱 心不屑卷 那 基本上 就是这个六处入处 就这个 能令三妙行 就是能够让身口溢柔软 身心柔软 其实就是这样 身心柔软 修四念处 四念处之后修七觉之 七觉之之后得解脱 这又是另外一种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 主要是四念处 七觉之三妙行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有关于 有关于三十七道品的一些 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 那我们现在把它总结起来就是 那第一个就是总的来讲 第一个三十七道品 这七类只是我说法中 比较重要的把它归为七大类三七道品 那佛说的不只是这七类 至少有十二类以上 但是润斯就总结比较常见的这七类 那么七类总全部的项目总共有三十七项 所以叫做三十七道品 那这七类里面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七类都是个别独立可以解脱的 那么这个是最初的说法 那后来 论斯把它集为上七道品之后 把它做次定的浅身次定 修四年处 然后修到最后修七觉之 得解脱 那这个基本上其实是论斯后来的说法 但是如果依阿含经 阿含经比较没这种说法 如果依阿含经来讲的话 那么有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刚才列的那个 四念处能够让七觉之满足 那三妙行能够让四念处满足 六处入处立云能够让三妙行满足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也不是说就是你修四念就能够帮助你 那么七觉之得解脱 那一七觉之得解脱 那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在三十七道品里面 就是数量就是里面的这些项目 多少差别很多的 大概就是五例 三例 奖例 三例 四例 五例 六例 七例 八例 十例 多元 那但是它的次性不变 那么数目 就是它的项目不变 但是它的次性有很多种不同说法 就是七觉之满 就是七觉之满 那这个是我们对三十七道品的一个理解 好 那再接着来看 所以它这里讲 后面讲的这个浅身次第的差别 这个是秘舍论里面的 诸修学神修四念处 那最初其实是五庭星 从五庭星开始 五庭星四念处 但是因为五庭星不在这个三十七道品里面 所以就说一三十七道品 修四念处到暖位 暖鼎冷四第一 就四正前四神主五根五立 那后来就八正到七觉之 那这个是据手论的这个次定 不过它说这个是约特圣的一说 好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那么三十七道品这里就解决完了 大概是大概是这样 好 它说此是圣所行 此是圣所正 三圣诸圣者一位涅槃臣 你修到三十七道品之后 你就可以什么 可以超凡入圣 转凡成圣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出世的 所以它说三圣诸圣者一位涅槃臣 诸圣的解脱 出世的解脱法门 世帝元起 那么道地的三学霸正道 因为世帝里面有苦疾灭道 那他讲解脱法门是世帝跟元起 那世帝里面 道地里面有三学霸正道 都如上文说了 就前面有讲了 这都是圣者所修学的 所以这里叫三圣共法 三圣共法就是有反入圣 要得解脱的 那么你只要断了圣监 那么你就是圣者 那海北要成为圣者之前 你要怎么修 这个就是所谓的三十七道品 就是所谓的道品 那么他说 这个是圣者所修行的 那么修行就有所谓的可以正的 修正 由修而正 那么所以是圣者所正的 修行正路都离不了这一些 所以说修正修正 有修有正 那么有一些有修 但你不一定可以正 就是你虽然是修 但是你不正 就是因为第一个你修错了 第二个你修的火候不到 那很多都是修错了 像外道也有修 但是不正 那佛弟子有修有正 但是有一些修也还没正 第一个是你修错了 佛弟子也有修错了 那或是你修的功夫不到 你不够精进 那你正是未来得正 所以不一定 所以他说不管你怎么样 都离不了这些道名 三七道名这些 这是释迦佛 释迦如来 金口开示的正法 这是他说的 我们就是有些把它 就是讲金口所缺 离了这一些别五可归一的法门 归一法 依法修学 依什么法 就依三七道名 其实是这样 别五能解脱的途径 别五永恒的归宿 永恒的归宿就是涅槃 就禁涅槃 那没有 没有这些你就没有解脱 所以释迦佛常常讲 只有在一八正道可以得解脱 你不一定是佛弟子 但是你一定要一八正道 可是你不是佛弟子 你就很难知道修行的道 是什么 但有没有可能 不是佛弟子 但是却可以解脱的人 有 这个叫做辟之佛 后面会说 那个时候没有佛出世 可是究竟来讲还是 因为他过去生中 曾经遇见佛 也有可能 所以 即使没有佛 但是你一八正道 你还是可以得解脱 就好像你没有归一三宝 但是你修十三 依然可以生间 有些是这样 那你断了生间你就解脱 但是你如果没有听闻佛法 你是很难断生间 你不知道这样观念是不对的 这样修行是不能得解脱的 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很难得解脱 其实是这样 那也有人智慧比较高的 在没有佛的时代 没有佛法的时代 那么他自己悟出来的 像批斯佛就是这样 释迦摩也是 释迦摩尼佛也是没有佛的时代 自己悟出来的 但是如果要究竟来讲 他还是在有佛的时代 种下善根的 在兰根佛的时代 或者在什么样佛的时代 他有闻到佛法种善根的 但是从这一次来讲 他即使没有佛法 但是没有依佛 那么他能够这样修行 还是可以得解脱 所以他说别无可归一的法 重点是法 重点是法 谁依法修行 谁就依法得解脱 谁即使你是佛地子 你不依法修行 依然不能得解脱 所以那么你成为佛地子 只是你比较知道而已 你比较知道这个路 有人暴露 路还是你要自己走 那么这是佛地子 首应决然 决定必然 那么没有怀疑 相信受此奉行的 就依教奉行的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你了解佛到底在说些什么 那现在的 这个我们现在 大概两千多年前 佛灭兰千千万万这个时候 大家知道有解脱法 但是不相信可以得解脱 这个比较麻烦 他知道一八正道可以解脱 一七觉知可以得解脱 但是他会说那个是佛时代的人 现在的人你修八正道修七觉知 也不能得解脱 因为现在是末法 末法两个因素 一个时代的因素 一个众生的因素 那时代的因素在这个时候 法是不能得解脱的 那众生的因素 众生是没有能力得解脱的 这叫做末法的 其实这个观念不合乎佛法 那么因为大家像是这样 弄的没有解脱的份 我们没有解脱的因缘 因为离佛太远 没有解脱的因缘 我们只能求往生 那这样的观念导致于正法 本来有正法 那给你这样讲也没有正法 正法也不能得解脱了 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虽然有道品 虽然佛留下来的这些正法 告诉你可以解脱 那有些人就会讲 那是在佛时候 佛灭后五百年就没有了 佛在世的时候 正法解脱辛苦 佛灭后五百年解脱不可能 顶多只能修得定 再过五百年再过一千年末法 修定也很难了 顶多只能修复 盖一盖试验 那现在又不想 又没有办法解脱 又不想如回 那只有往生一条路 就变成这样 所以这种观念 我觉得这种观念 一定要从我们这一代的佛教徒 先把它改过来 那么佛法才有希望 佛法才有希望 要不然大家都把佛法当成是末法 那当成是没有佑的法 空有解脱的名 没有解脱的佑 就没有这种作用 你说那这个三圣 这个讲到解脱法 发生到四年初可以解脱 但是现在发生到四年初也不能解脱 七绝诗也不能解脱 就变成是这样了 那这样变成只有那个法的名 没有那个法的用 就好像佛时代的水是可以解渴的 现在佛灭后的水解不了渴 就变成是这样了 所以喝水也没有用 赶快发愿到另外一个地方有水喝 就变成是这样了 其实不是的 好 那这里讲只要有八正道 就可以得解脱 只要有这些道品 你一个道品修学 你就一定可以解脱 这个应该是你应该要相信 可是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相信 你应该决然 就是无疑的相信 而且照这样去修学 所以这句话是因为现在的佛弟子都不信 真的 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人是不相信 其实出家人很多也不相信 即使出家人都也不相信 他认为现在末法 那你现在怎么修都没有 怎么修都不成就了 所以他知道佛 这个是佛说的 第一个他知道这个是佛说的 他也知道佛说的绝对不会错 但是有但书 那个是在佛式 那个时候佛式的众生根气比较立 善根比较成熟 业障比较浅 那佛灭后就不是这样了 法依然还是那个法 但是受法的人不堪受法 就变成这样了 但是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他说离了这个别无归一的法 别无能解脱的同性 别无永恒的归宿 这个应该要决然无语的信受奉行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因此三圣 身闻 圆解 菩萨 为什么讲菩萨佛呢 因为有时候讲菩萨圣 有时候讲佛圣 那菩萨跟佛是一个是因 一个是果 菩萨行菩萨道才能成佛 从因上来讲也叫做菩萨圣 从果上来讲也叫做佛圣 其实这样 所以一般三圣是 身闻 圆解 佛圣 或是身闻 圆解 菩萨圣 那没有人在讲菩萨佛圣的 但是这里讲是 其实是把两个合并在一起讲 菩萨圣或佛圣 从因上讲或从果上讲都可以 所以身闻圣 圆解 圣 菩萨圣 或身闻圣 圆解 佛圣 那没有说三圣 是身闻圣 圆解 圣 菩萨佛圣 没有这样讲 不过我们现在知道 自己知道就好 一切圣者都是依着这唯一的圣法 同受唯一的解脱位 那唯一的圣法 其实就是这些道品 苦极灭道的道 那道有很多种 但是其实都一样 就针对众生不一样 那么他的开 就是开眼有一点 开合有一点不一样 那么这个众生 那么没有信心就先讲信 那其他的基本上 那么都是依各个众生不同 或是依修学的不同 那么开眼有不同 那所谓有七大类 三七道品 其实是这样 但是路是一样的 所以同受都是依着这唯一的圣法 同受唯一的解脱位 你不管一世念初 一世正前 四五一组 五根五一七绝 八正道 乃至于一界定位 一信解行政 一世欲留之 一七圣财 然后你都能够得解脱 基本上不离开定根会 不离开定根会 那都能够得解脱 所以得到的解脱都一样 所以同受唯一的解脱位 如长江大河都同一咸味一样 就是一旦所有的水 不管是哪里的水 进了大河都同样是咸味 同入涅槃城 而得究竟的安息 就是不再生死沦违 这个就是究竟的安息 好 那这里讲到三寿渡河 跟三鸟出王 那时间到 我们下次再来讲 因为这边下次讲不完 好 大家合掌一下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